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日本夏普金船全球将采源6000人 可能超过10%的人力 外媒称相关业务重组的成本可能高达2000亿日元 相当于500多亿台币 可能将调降当地员工的薪资 中国科技公司数据显示 中国至少有2.29亿个WiFi 但每年网络银行被盗 账号被盗等 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0亿元人民币 引发的个资泄漏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但水小平顶上的万通台北2011建案 超过4成是中资购买 引发议论 为了防止中资来台炒房 内政部寄出最新的防堵措施 限制中资在国内取得房地产时 同栋或同社区取得总户数的比率 以10%为上限 预计7月起实施 美国航空官员今天宣布 将放行线上零售巨破亚马逊 测试无人机的送货计划 亚马逊无人机将获准 在白天400尺以下的高度飞行 而且只能在操作人员的 事业索机范围内飞行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